主料,排骨500克,主料,酱油一勺,料酒一勺,白糖一勺,盐一勺,番茄酱两勺,淀粉,大蒜三半,清水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用餐人数,一到两人,买来的排骨在清水中浸泡一下,一泡去一些血水,然后洗净,切成小块,我买的是切好的小排骨, 排骨洗好后放入容器内,加入料酒,白糖搅拌均匀,腌制入味,腌制的时间大概半个小时左右,然后再拌入淀粉,腌排骨的时候,我们可以处理一下其他材料,将大蒜去皮,并用刀排走,大蒜先用刀清排一下再包皮,会非常的好包,也非常的节省时间,排骨下面我点的是油菜叶,今天搭配精毒排骨的主食吃, 吃米饭,青菜是香菇牛菜,正好就了几片菜叶做装饰,现在要将排骨炸一下了,取来小汤锅,倒入少许油,油温,生蒸气成热时,放入排骨,用小火炸约3-4分钟,再改用大火炸约1分钟后,老体力油,用小汤锅炸东西很方便,还很省油, 你也可以用半煎半炸的方式,炸排骨蜜绝食鲜肉小火炸约3分钟,使肉吸收油分而熟透,最后肉成金黄快熟食,再开大火略炸,把肉内油分逼出,这样才能保有肉质不油腻的松爽口感,排骨炸好后,另取一个锅,倒入少许的油,爆香菜拌,加入酱油, 白茄酱和白糖,还有一点点清水,将调料教育并在锅中煮开,再倒入炸好的排骨,拌炒至汤汁收干,就可以出锅了,烹饪技巧,料酒,白糖,淀粉是最基本的腌料,如果口味重的话,还可以加入胡椒粉,五香粉,豆腐乳,蒜末,葱段,蜂蜜粉来增加风味,先将调味料调好煮开,再把炸锅的排骨, 排骨丢入拌炒,调味料不用多,稍微收至就行,让排骨能至远过上调位置,即可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